HM耐克遭声讨抵制事件今天继续发酵 外交部商务部中消息纷纷就此事发表声明 社交媒体上网友发起了我支持新疆棉花接力 相关热收一度占领微博热收版的前十位 中国社会敏锐地捕捉到西方企业切割新疆棉的背后 一些国家一些势力的原谋 从上到下我们守卫新疆保护新疆的力量 历史动员起来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首先是国家队的出场 针对西方一些舆论和势力抹黑新疆 西方相关企业抵制使用新疆棉花的问题 外交部发言了华春明的回答是 一新疆地区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 无论是相关企业的损失 二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指责 完全是个别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意环眼 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破坏新疆安全稳定 阻碍中国的发展 第三给老百姓包括少数民族的群众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般正常人都会觉得是件好事 因为可以让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但是就有人认定一定是强迫劳动 或者暗无天日的压迫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历史上真的就这么干了上百年 所以现在一级夺人 第四中国光明磊落 中国人民友善开放 但中国人民的名义是不可欺不可危 总结起来 一咱们新疆很美新疆棉花很好 二新疆人民有通过双手过上好日子的权利 三希望不要把他们的黑暗记忆往中国的头上逃 四中国人是开放的 但不要拿开放要挟中国 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分也在同一天表示 所谓中国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 完全是只需乌有 纯白无瑕的新疆棉花 不容任何势力抹黑玷污 对于跨国企业在中国正常的经营活动 和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努力 中国政府始终是持欢迎和支持态度 对于个别企业基于虚假信息做出的商业决策 中国消费者已经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 希望有关企业踪重市场规律 纠正错误做法避免商业问题政治化 纯白无瑕的新疆棉花不容任何势力抹黑玷污 说得多好 这句话立即就上了热手 中消协表态称 有关企业在华经营 应当严格地遵守中国法律 切实落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 我们反对基于虚构 诬信 支持 在消费品 原料 产地等真实情况方面 做虚假宣传 欺骗 愚弄国内外广大消费者 反对伪造事实 限制采购 歧视供应 侵害消费者对优质原料和产品制成的终端消费品的自主选择权 反对在华销售商品 赚取利润 却伤害中国消费者的民族感情 各人尊严 中国棉花协会也表态称 欢迎全球棉繁织产业链各方通过复江考察 第三方尽折调查等各种途径更多的了解 新疆棉花产业的真实情况 呼吁国际繁织服装品牌商 从业界共同的利益出发 忠重中国市场 忠重中国消费者 中国棉繁织行业的开放与发展 不会因为反华反将势力的打压而终止 中消费 中棉费的表态意义不大 关注国外动态的人一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西方一些势力抹黑攻击中国的手段是组合权 既有情报机构背后指挥 也有智库 媒体 NGO等多层联动 时不时就跳出来一个什么ACIBCI的协会 要应付它 我们也需要多手多对 第二 面对无端切割和抹黑 中国社会层面更是团结起来压名太多 包括一阳迁徙 网关场面 还有网友质疑 既然美国间谍卫星监视全世界 如此大规模的成千上万人的集体作业 美国情报机关居然连一张照片也披露不出来 都拿不出实锤说明了什么 面对这样的绅士 舆论注意到 分析起的微妙的变化 BCI上海办事处回应称 BCI中国团队没有在新疆发现强迫劳动 品牌行为与其无关 但持表态仅代表上海代表处观点 总部也会有声明 同时有网友注意到 BCI中国3月1日时曾发表声明 称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 所执行的历年第二番可信度审核和第三番验证 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 舆论还注意到BCI总部网站已经悄悄地撤下了 去年10月关于禁止调查的声明 判刑事也是复杂的 有媒体24日到北京市的HM门店采访 发现店员一问三不知 顾客排队示意 这样的采访在社交媒体上迎来批评 有网友指出 事件昨天下午才开始发酵 晚上就急冲冲跑去采访 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相关报道立即的被台湾岛内独派媒体捕捉 夸大成北京实体店 门市却献排冷牛场 周围奚落我们的所谓把柄 还有的媒体在HM耐克中国门店外 开启了直播 有人上传了耐克门店前 有人聚集抗议的视频 还有人上传了粉烧耐克鞋的视频 有人在一些相关品牌签约艺人 还没有做反应之前 不是做提醒 而是激烈漫漫 而相关艺人随后实际上都发了声明 就像是配合好的一样 有人立即回忆起了2012年的事件 一顶半新半旧的帽子扣上来了经济硬核团 还有人号召美国华裔穿里宁大游行 以支持祖国 我可以说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家属主义 我反对不了你就给你下套 鼓噪你走向极端 再传播出去制造分裂 有网友迅速地发现了套路 还有网友发现 所谓的在耐克门口看议 实际上是几年前 詹姆斯中国行活动时 活动方因为现场组织问题 遭参与者质疑的老视频 而焚烧鞋子的视频 也早在一周前就已经上传了 耐克阿迪直播间 售货员爆出的被骂哭的新闻 我随便地截取了一段网友的评论 都在呼吁不要为难打工人 更有熟悉服装业的网友指出 大部分门店都是家门店 不是老板 早些年其他的一些抵制事件 出现过极端行为的中国店家受损 而云轩至今好发无损的情况 也是存在的 可以说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民事里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第四 那么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辞职拒绝 用新疆棉花事件的来龙去脉 近几年 西方不停地以新疆人群问题抹黑中国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各种围攻下 BCI选择政治正确 在去年10月正式宣布 不再给新疆的棉花提供该机构的国际认证 其后 如HM等外国服装品牌 也主动与中国新疆划清界限 污蔑中国新疆存在 强迫劳动 并声称将永远不会使用来自新疆的棉花 之后 网友也翻出了其他的外国服装品牌 如 之前发的声明 史奇也是抵制新疆棉花的品牌之一 同时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耐克的声明时 我们发现 他在文中的运辞是没有发现证据 也就是说 我没直接运新疆的棉花 我们的术源工作也很复杂 但我们没发现有强迫劳动 因此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这样的一个局势中 我们要变轻方向 只有实事求是 对于如HM这种主动挑衅的坚决批判 同时 也保持理性 提防 混入人群中煽动情绪 煽动仇恨的反创黑 如果有故意造谣的 我们需要把他们 从谣言里拉出来 而不是把他们堆到对立面去 真理上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 自信和底气 新疆棉花好 你们抵制我们内销损失的是你们 你们想用新疆棉花做文章 那没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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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